盘点环太平洋最强试款机甲 谁才是你心中的无敌战神 第十名 冬日阿贾克斯 虽然只是巨型安保机甲 但凭借其超高的颜值小蛮腰和大长腿 再配上磁性满满的升线 一度让阿贾克斯成为华尔中人气最高的战士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还保留着环衣厚重感的机甲 并且在拍摄角度上也采用了以人类视角来进行仰视 如果再配上雷雨交加的夜晚 妥妥的危险流浪者翻版 阿贾克斯身高80米体重2060吨 隶属于联合国国防指挥部 专门负责抓捕利用废弃材料组装而成的民用机甲 比如小女主制作的拳击手 当阿贾克斯将其拦截时 这小东西非但不肯投降 还对着阿贾克斯一顿操作 结果也可想而知 不过虽然阿贾克斯帅气而逼格满满 却在遭到怪兽附体的机甲围攻之时 轻易就领了合范 第九名 英勇保卫者 韩国首尔制造的第六代机甲列员 其身高73.15米体重1975吨 英勇保卫者是为远距离作战而设计出来的 他的武器系统比较特别 是一条根据链舰改造的电弧16金属链 东京之战士 由于两名驾驶员年轻气盛 因此也看不清战场局势 为了逞能独自迎战合体举手 最终被其抓住链球一只手就抡了出去 撞倒无数摩天大楼后机甲也是彻底暴费 同时他的机甲驾驶员也是影片中唯一阵亡的战士 或许这就是年少轻狂的代价 第八名 凤凰游击士 同时兼顾远程与近战的重型机甲战士 虽然是比较落后的第五代机甲 但是其火力输出却是华尔机甲里最猛的一个 游击士身高78米体重2250吨 其左臂装有钉刺拳套和重型机炮 当怪兽全面入侵香港基地时 寡不敌众的救赎者泰坦为保护人类壮烈牺牲 而凤凰游击士也继承了他最强武器M19陈星转 其个方面性能也彻底进化 游击士最强的武器当属腰部的四枚刺轨机炮 通过驾驶员灵活的操作 使其成为战场上不可活缺的重能力输出